大家好 本期我们再继续聊一聊关于国兵的消息 本期时间6月18日 WTV明日丽亚常规挑战赛进入最后一天的争夺 将产生男女单男女双四个项目冠军 重要的是这四场决战均是国兵的外战 精彩程度不言而喻 势必会受到众多球迷的关注 下面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信息 此战赛事中虽然国兵主力队员极力缺席 但派出了19人大部队参赛 而在外协会中 韩国队则是派出了部分主力队员参赛 五个单项全部占据头号种子 包括张宇珍 林仲勋 田志熙 申于斌等名将 所以该战赛事还是相当有看点的 目前混双冠军已经产生 国兵组合相鹏 刘伟山 三比一战胜赛会混双三号种子 韩国组合张宇珍 田志熙 为国兵队伍获得了本战赛事的首个冠军 在本战赛事中 国兵有三队组合参加混双项目 其余两队组合分别是刘叶博 范思奇 周凯和周佳 其中只有周凯和周佳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通过两轮较量 二人也树立进行到混双正赛之中 而到了正赛第二轮 也就是混双四分之一决赛 刘叶博 范思奇 周凯和周佳 均输给了韩国组合 前者不敌赛会混双头号种子 韩国组合林仲勋 申于斌 后者则是输给了赛会混双三号种子 韩国的另外一队组合 张宇珍 田志熙 不过在半决赛中 两队韩国组合迎来内战 张宇珍 田志熙 3比2险胜林仲勋 申于斌 决胜局更是14比12 仅赢2分 而另外一场半决赛 国兵组合相鹏 刘伟山 也是以3比2的逼分 险胜印度组合塔卡 塔玛斯 决胜局11比9 也是仅赢2分 而在混双决赛中 国兵组合就到了最后 恭喜相鹏 刘伟山 剩余的四个单线 将迎来终极决战 这四场比赛 全部都是国兵外战 非常值得球迷期待 本星时间6月18日21点 女双决赛 刘伟山 范思琪 对阵韩国组合 田志熙 申于斌 刘伟山 范思琪 是赛会女双5号种子 而韩国组合 田志熙 申于斌 是赛会女双头号种子 这场比赛 也拉开了此战赛事 最后一个比赛日 中韩决战的序幕 本星时间6月18日21点40分 南双决赛 相鹏 袁立成 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 张宇珍 相鹏 袁立成 是赛会男双3号种子 在半决赛中 3比1战胜的赛会男双2号种子 国兵的另外队组合 林志动 徐英斌 而在另外一场 南双半决赛中 林仲勋 张宇珍 3比1战胜的国兵组合 刘丁术 赵紫豪 至此与相鹏 袁立成 争夺男双冠军 期待国兵组合 抗韩成功 而三线作战的相鹏 也要向自己本战赛事的 第二冠发起冲击 不过在南南赛场上 相鹏1比3 爆冷不敌世界排名 仅为134位的爱情选手得赛 无缘南南自强 确实非常遗憾 本星时间6月18日22点20分 女单决赛 李雅可对阵韩国外选手 沈玉冰 可以说李雅可是本战赛事中 国兵队伍的最大惊喜 这位20岁的国兵小将 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晋级之路可谓是创造了奇迹 由于李雅可此前 鲜少参加国际赛事 暂无世界排名积分 要从资格赛开始打起 并且是国兵女队参赛的 5名球员中 唯一位要在女单资格赛 打满三轮的球员 最终连胜三场 晋级女单正赛 而在女单正赛第二轮 也就是八强战中 李雅可3比0 横扫赛会女单2号中子 世界排名第28位的 爱一选手梅谢夫 女单四强战 3比1战胜了赛会女单5号中子 世界排名第45位的 斯洛伐克选手巴达佐娃 到了半决赛 3比0横扫了 比自己大两岁的队友王小彤 这次连胜7场 强势闯入女单决赛 不得不说 李雅可创造了奇迹 要知道 在本战赛事的女单项目上 国民女队派出到5名球员 均是此前 闲少参加国际赛事的球员 除了李雅可之外 基于4人分别是 王小彤 郭宇涵 杨一韵 藏小彤 而李雅可能够闯入女单决赛 不得不说 国民队伍确实已经超水平 完成了本战赛事的任务 值得一解的是 李雅可的主管教练 正是邱一可 不得不说 邱一可立了大功 不仅培养了女单世界第一孙颖沙 目前其门下的小队员 李雅可 又在国际赛场上大放一彩 确实要为邱一可教练 点一个大大的赞 北京时间6月18日23点05分 周启豪对阵德国军手奥夏洛夫 周启豪26岁 南南世界排名第35位 是此战赛事 南南9号种子 奥夏洛夫34岁 南南世界排名第14位 赛会南南3号种子 要知道周启豪表现出色的时候 可以连续战胜凡 马龙等国兵主力队员 而表现差的时候 也可以输为积极无名之辈 所以周启豪有着神经刀的绰号 期待周启豪在南南举赛中 能有出的表现 为国民队伍完美收官 我们也在这里 祝福国民队员的好运